美国亚裔专业人士协会AAPA将会在10月17号举办2014年的领导论坛 本年度的研讨会主题将会着重在多元化领导人的价值 随后并且表扬在发展这方面人才有成的企业机构 预计将会有500多名各行各业的高层主管、经理以及专业人士参加 主席吴志贤表示 美国亚裔专业人士协会成立的目的是在提升和培养 美国亚裔专业人才 以及鼓励他们能够在各公司行业有成功的事业 成为优秀的领导人才 我们协会的目标最主要就是说 去帮助培养我们在美国亚裔专业人才 在在这场上不同的行业 应该怎么去找到自己的位置 还有怎么去爬上去在这个美国公司